грн Wagner Reviewer 今天就 100 百或 34 百 最近兩年都250 如果都能夠繼續下降 到到冬截有下降到 100或甚至 短未做可能幾十個 我相信 Schedule Finally 是有很多 如果再三級一屆到18 我相信疫情就會控制 朝著我們運務的反向來走 這樣子對於疫情的工作控制是有利的 但是很重要的 的確就像剛才知識論部長講的 我們沒有換輸你的本錢 這個時候不能夠換輸 可是要繼續強化商機警戒 落實各項商機的防疫措施 對於我們海阿巡地區、公安駐馬單位以及所有詳情的配合 在光午節期間大家一起來努力能夠介紹移動 不要因為這個鬆懈 光午節造成的疫情的反韓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是今天的記者會 當然另外就是完成了快賽 動音季然後登場 這是對我們台馬之心上所有的乘客 以及船員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措施 能夠保護他們的安全 也是經由這樣的快賽 進入馬圖也可以 防禮疫情進入馬圖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反線 不管說台馬圖、台馬之心的乘客、船員 都都往快賽再進來 這對我們地方的安全是很重要的 那這幾天機場進來 接受在機場端快賽的比例也是大幅的增加 但是能量有少部分 像今天下午進來62位 就有四位能量沒有接受篩檢 那我在這裡能量要鼓勵 那昨天做完篩檢再回來 這對我們其他的這個乘客是一個保障 那譬如說今天的62個進來 其他58個都完成篩檢 但是這四個沒有篩檢 萬一這個四個出了問題 所有各種的乘客 都有高度被感染的風險 而且一到現在的環境 他們全部都要居加 所以要付出很多的成本 會影響到整個飛機的乘客 甚至影響到整個地球的安全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 我沒有問題 我不會有問題 但是反應工作 這個不可以跟認為來做 反應工作要 滴水工作要照標準的SOP來做 這個是非常重要 這是一個科學的一個繁殖工作 這是一個科學 不是靠判斷 不是靠判斷 就是這個部分 我們能量會堅持 就是基堂 碼頭 希望在台灣完成篩檢 以後進來 要不就是剛剛兩個人 就是在使用葉克膜或插管之前的藥物 一個是瑞德西紋 一個是電骨層的Desamexasone 那這兩個目前實證 在清中症都有一些治療的效果 那基本上瑞德西紋本來是要申請的 因為申請上面會有一些死效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直接已經跟中央要了兩人份的治療 十天的藥量備在我們這邊 那就真的有需要使用的時候 就只可以直接使用 就不用再跑那個申請的程序 帶著飛機過來 所以有廠備在這邊 那當然如果是重症之後 如果真的沒辦法轉出去的話 那個藥物要購買 其實是不是很困難的 剛剛那個張教授提到 就是有把新冠肺炎的治療 當然輕症就是沒有症狀的 他的治療 我們剛剛目前看起來 是一個特別的需要 就要這麼多的治療 但是如果住院需要氧氣治療的時候 加上對的氣味 以及這個Desamexasone 是一個很好的治療模式 已經請他們目的 也打電話給他們 就是我們治療 所有的陰性證明之後 才能上漲 然後床才能開業 否則的話就不行 就跟他們講 我們在行公文 也打電話給他們 這樣 次工程呢 他可能有平台 自己從我們的基隆過來 所以這樣吧 因為我們基隆的 不太實在當成立的話 就是每個禮拜二 禮拜五 還有這個 還有核武人開的時間 所以說在這個時間 那個舞台 讓他們去快山 快在一心以後再關 不要自行 就開床進來 那這樣子就不准和喪 對 這個部分先兩點 就謝謝服務主 其他部分 今天有做了十四件 那去 十四件 那其中有一件是陽性 在北戴 後來經過陛下的確認是排除了 累計我們目前的快篩的件數是一千零四十一件 那累計的快篩陽性是十八件 後續確診的PCR確診是每個 這是快篩的部分 PCR的部分 昨天有也是做了十四件 那全部都是陰性 累計我們目前的PCR檢驗量量是254件 其中有三個是陽性確診 居家隔離的部分沒有新的 也沒有 也沒有解隔離的 維持104個人 包含確診的部分 那三個確診 當然目前狀況都很穩定 來幹12人 再來是東區的部分 約定6月10號解隔的 也提前在今天採 因為配合傳單的關係 也採了四個人 再來是快篩陽的PCR陰性 所以我們隔七天在接種 這個PCR二採的部分 也多了三個人 那累計是63個人 都在今天早上完成這個採檢 那報告的部分因為量比較多 我們大部分會今天完成 可能會有少部分的人 會在明天中午前 一定會把這個63人的這個檢驗 PCR全部都做完 所以就是要解隔離 然後我們正在採 他的檢驗以前PCR確認 確認陽性以後 確認陽性以後 確認陽性以後才可以解隔離 所以這幾天實驗室 會很滿意地在做PCR檢測 然後解隔離以後 原來要自主健康檢測 14天還是自主健康管理的7天 自主健康管理7天 自主健康管理7天 這個部分還是要落實 還是要在14天以內 但是我們能量化財 有很少的部分 它會超過14天 甚至到20幾天 所以說這個部分 當然能量要配合 解隔離以後 能量要自主健康管理7天 另外我想問一下 昨天北岸快菜14位 有一位陽性 那你剛好 昨天快菜的對象 是哪一類的人 北岸 他快篩一樣 是從台灣來 現在是在北岸 休假回來 那這個部分 能量要防治 所以說未來 就是7到40天 要再做一次快篩 然後這段時間 一定要自主健康管理 這個很重要 然後要告訴他 單位的長官 就是要 要嚴格的自主健康管理 避免群聚 或者一起用場等等 這個很重要 就北岸這一個 要繼續追蹤 這個證據 把這個風險 加到對比 是要科學的反思 不是憑自己的高興 或者判斷就可以了 這個部分就是要很重要 另外 解隔離的長 北岸是幾個做評價 我們後來怎麼去採量 就是 避免的基金 避免的基金 其實上去 就是上去 到點去 到點去 覺得非常的辛苦 就是